那另一头美国史丹佛大学有个最新的报告 全球授权的AI的专利当中 61%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来自美国大概只有两成左右 那中国是美国的将近三倍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挥达的 这个晶片不能卖中国 所以像TikTok这个美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就计划用华为晶片为主来开发训练 这个人工的智慧语言模型 那要用这个升腾910B 那当然这个字节跳动就是挥达 我们看到H20的AI晶片最大客户 那这是本来是一个这个将冠的晶片 现在这个也不能卖 所以亮哥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倒霉的应该是挥达吧 孟晚舟这个只有半年的任期 那当然他知名度高 所以如果华为有一些概念性的 或者重大的事件要发表 那对造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孟晚舟提纲窃领的能力也蛮强的 我听过他的演讲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的论述 或者是为整个公司集团要做造势 那他都是合适的人选 对在财务上他也是 你看他在华文的官网上介绍 特别着重他在财务上的专长 其实这个也让人家有一些联想 因为华为现在要把公司签到上海 你不觉得这个耐人寻味吗 为什么要签到上海 那个研发中心好像今年年底会开 研发中心有必要在上海 我看是金融中心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 说大陆会不会鼓励他上市 这个当然他会是用什么形式上市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样的公司形态 毕竟全民都没有办法参与 没有办法共享他的 坦白说他的股票如果有部分上市 那对他的资金取得也会极大的方便 那我相信人家已经把它列为全职股 就是长期持有 所以因为这个江湖都会有一些传言 不然你到上海干什么 因为中国有很多好的城市 适合做科技城 而且土地还更便宜 上海生活成本也高 员工要买房多容易 到上海很辛苦 所以是不是有特殊的功能 所以是不是有金融上的一些布局 那这个时候他刚好又当CEO CFO 对年底就要开了 所以就会有人有一些联想这样 不过这个是我个人完全猜测 这个要我们郑云兄开始有感觉了 那才是真的 开盘了是不是 那斯坦佛这个是这样 他刚公布了一个AI index 我刚把它下载有502页 502页的报告 那其中有一个专利申请是2022年 那中国大陆是占了61% 不过你要知道 就美国只有15%它是61% 那你要看他的AI的申请的专利是属于 AI的哪一个 哪一个层的东西 那中国大陆据我了解 大部分都是应用程序 那应用程序跟我们讲的那个机器学习 大语言模型 这个都是应用面 这个中国大陆超强的啦 而且追得很凶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擅长应用 那立刻把它转化为每一个层面可以用的商品 所以他在这方面就非常强 他的应用程序的商品APP一大堆都比美国要多 可是美国可能有一些是高阶的 比如说你说那个英伟达 这个也广义是算AI 这个就是GPU嘛 这个要晶片制造 那AMD也算 然后还有架构 比如说谷歌那个架构 亚马逊那个架构 这个美国就真的比较强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美国跟中国各有所擅长啦 不过基本上 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公司在努力做架构啦 目前有几进去的大概就是阿里巴巴跟华为啦 那你刚刚就讲到 这个我们讲那个 他最新那个升腾910B的晶片嘛 因为彭博有看到 一个公文啊 好像中国的商务部有下指令啊 那这个指令大概看完了 黄仁炫要哭好几天 他这个他没有讲直接规定 他说他鼓励啦 那中国各地的厂商 能够尽量不要使用 那个英伟达的晶片 尤其是他点名啊 H20 直接点名 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我干嘛用 就简单讲这个华为已经做出来了嘛 那结果 中国大陆独角兽排名第一就是 字节跳动 就是今日头条跟抖音的那个集团啊 他就率先采用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示范性 如果字节跳动用起来觉得不错啊 我没有必要买英伟达的GPU啊 那我跟你讲 英伟达就会被美国政府害死 因为未来就禁这个 然后他特别这个降维啊 做一个晶片给你 那中国大陆就觉得你这个降维晶片 我做得出来 我为什么要跟你买 那你就会造成英伟达的市场 一个一个被吃掉 所以我也不知道黄仁炫怎么办啊 可是这个是一个大趋势哦 但这对于华为来讲又是个大利多嘛 当然啊 事实上我跟你讲不止他啦 现在中国大陆也政府也在鼓励啊 那个彭博是举了两个例子 他说英伟达的晶片 大陆商务部鼓励大家不要买 那用本国晶片 那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华为的晶片 另外一个是航5G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 美国人自己也心知肚明啊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弄到那么低阶 人家就做得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啊 对不对 所以未来啊 我认为也是一样了 就是上海微电子 他现在就是工信部 不是刚推荐他那个DUV吗 那DUV他现在大概可以做 65奈米 55奈米 可是接下来 那个会很快啦 55接下来就42 42接下来34 接下来28 那整个成熟制程他就自己做啦 那成熟制程的DUV啊 事实上占整个阿斯麦尔 40%的收入 那以后人家就不买你的啦 这个很残酷的啦 对 就是人家就慢慢就做出来了嘛 而且他如果自己做DUV 那他的成熟制程的晶片 成本还会继续下降 所以我跟你讲 这打翻一堆人啊 对 我看英特尔是一定倒的啦 因为英特尔到现在 只能做到10奈米 哎哟 那高阶的做不过台积电 那你14奈米以下的 也做不过中国大陆啊 就这样 以中国大陆的这个产能 还有这个能力来讲 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 晶片白菜架啊 开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